兒子的外型1到10分 幾分 10分 想自己兒子 那當然是滿分啊 你其他可以帶到校園去卡妹妹 那個所有女生都會看著你 很喜歡你 他一直都不覺得 葉姐是老派什麼的 可是我們旁邊有一位男士 他今天完全就是在諷刺你 而陽光越會吧 三把 三把 通通快快跳上一場 愛這樣就怎樣 而陽光越會吧 三把 三把 我為什麼是戴諸哥亮的髮型 這是比較復古的一個造型啦 你過來給葉愛玲看一下 你的羽毛剪是用畫的耶 對 你真的很過分耶 不是 因為怕她比較 你看 你把她頭髮剝開以後 她就剩下這個耶 我有這種髮型嗎 對 曾經有過啦 你這是落腮虎吧 不可以穿得很隨性的去店裡 總要打扮一下那種 稍微要打扮一下 如果要去餐廳的話 這是最麻煩的地方 如果妳是素顏的話 現場的人會認得出妳來嗎 有啊 還是會啊 我覺得這題沒有要爆飯喔 沒有... 因為妳是漂亮 我只是就是先聊人 我聽不懂 沒有啊 為什麼素顏人會認不出來 這有奇怪啊 因為妳的皮膚狀態 感覺是保持得非常好 還不錯 因為我常常就是素顏 我也不化妝去店裡啊 只是就是擦個口紅這樣而已 OK 對 只是因為眼妝還是會有差吧 因為葉姐眼妝還是不差 我們要不要把她送去卸妝一下 好啊 我來卸妝吧 她竟然跟小宇合唱耶 妳是年輕歌手小宇嗎 妳覺得 妳是認為還有哪一個小宇 而且我摸她肩膀的時候 一直摸不到她真正的肩膀 因為為什麼 很大型的肩膀 小包 薄薄的 不是很厚的 那現在幫妳化妝的人 還是妳那個年代 會合作的化妝師嗎 什麼叫妳那個年代 還很大型的玩笑啊 妳會擺這個嗎 可以啊 她沒有無辜的眼神 她是藐視的眼神 她是瞧不起大家的 要再大氣一點 妳是在遮雨嗎 妳 妳好像... 在學她那個感覺 妳好像廢廢喔 所以今天呢 我們幫葉愛玲小姐 找的是她曾經提拔過的幾個男生 沒有 不要講提拔 這個其實因為這些故事 比較少人講過 所以不知道葉愛玲以前 這麼大方的做過這些事情 在妳照顧過的新人裡面 比方說1分到10分 10分是滿分的帥 她大概幾分 3分而已 但是她的個人風格是滿分 對 風格強烈 那如果是論歌聲1分到10分 她是幾分 她的歌聲嗎 妳提拔一個新人 外型3分 歌聲2 3分 歡迎 老闆 介紹她進入演藝圈的時候 有料到她會變成老闆嗎 沒料到 都知道是沒料到 妳有料到她會在演藝圈撐到現在嗎 妳以為她的環境就會慢慢淡出 她就會回去美國 對… 所以妳有當面告訴過黃麗成說 黃麗成外型3分嗎 當然沒有 最早的時候我是把它介紹給點將 可是點將那時候都是實力派的唱將 像蔡琴 江慧 他們之後來想一想 想了一個禮拜說 我們不會做偶像歌手 後來我就想一想 我們就把它介紹給劉瑋馳 當時劉瑋馳剛做完郭富城嘛 他很久沒有… 很久沒有出來唱歌 這個不好認 所以這個在當初妳照顧的新人中間 帥到幾分 當時我覺得他有八分帥 八分 歌聲 對 我覺得妳跟他沒有人家那麼多 這個男生如果是歌聲的話 1到10分 有7分 所以這一團比那團好很多啊 我覺得特色是不同的 所以這一團 妳有把它推薦給點將嗎 那個Danny 等一下一直看到這些東西 Danny...Danny DAD的Danny Danny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請問你在做什麼 現在嗎 現在在幫家裡的體系 在做一些行銷跟一些規劃這樣 就是秀傳醫院嘛 所以妳現在跟演藝圈 是完全無關了嗎 對 算是 這個也滿好認得的 這個剛當爸爸 感覺樣子好像還滿維持在明星的狀態 所以她的帥度是幾分 帥嗎 差不多也是七 八分啊 這位男生她的歌聲是很好的嗎 不錯 如果Danny有七分她就是八分 因為她比較吃香她是唱高音的 她是唱低音就會比較稍微吃虧一點 所以黃立成分數真的很低耶 那時候劉瑋茨請妳給B.A.D.一些意見的時候 妳是很認真的好好給意見嗎 對 每次 彭宇彥也是一樣 還有Foreign Love Foreign Love 都有 所以彭宇彥從余彥你也給過意見 Yeah 你給什麼樣意見 很多 很多 你說給他本人嗎 他就是帥為什麼要給很多意見 一些經驗跟一些觀念吧 OK 對啊 然後後面我把我跟B.A.D.他們聊的 還是跟彭宇彥聊的這些東西 我在實踐大學有教過 妳有去實踐大學教課 妳不知道 憑什麼 憑什麼 大家覺得葉愛玲自己作為一位明星 其實已經有夠多事情要忙了 可是她照顧這些晚輩 聽說是在度蜜月的時候 所以是去美國度蜜月 對 剛好打電話給立成的媽 就是Nancy 我們通了電話之後 她一直叫我們 就說到洛杉磯來 天氣有多好多有陽光什麼的 我們就想好吧 那就取消去紐約 就到了洛杉磯 到他們家 然後就是晚上沒事嘛 她媽媽就把那個 他們三個的那個 在學校跳舞的影片 拿出來給我們看 其實我也看過 你們兩個姐妹的影片 也是還沒有出道的時候 妳還沒有簽約的時候 然後我看到你們兩個 就是天生的藝人 當時我也是覺得他們兩個 所以如果他們兩姐妹是在 比方說是在美國的一個家庭 還沒有台灣的人脈 妳可能就會把他們帶回台灣 當然會 妳很喜歡介紹人喔 舉手之勞啊 文杰最近發了一張 你們十大偶像的照片出來啊 因為我們早期的外型 大概也是差不多 跟黃立成同分吧 妳承認讓我們把那張照片 放在這裡嗎 那裡面只有你們兩個那麼瘦了吧 第一次就參加舞燈獎喔 然後參加舞蹈那個比賽是不是 對...還遇到潘若迪耶 因為最後是被潘若迪打敗的吧 沒有 我們不是最後 我們只是兩次就打敗了 不是演很多次 第二次就打敗了 對 我剛剛講了他... 對 第二次就輸給潘若迪 所以最後是潘若迪留在那邊 然後你們離開 對 所以我們就一直罵 這是一些評審懂得屁耶 潘若迪 你輸給潘若迪 所以你那時候 看到潘若迪打敗他們 你不是說 沒有 因為我根本不知道 她是潘若迪 你現在講是潘若迪 我當時根本不知道那是潘若迪 你聊了點這樣好不好 你不要... 不要... 因為以前小時候 我們就是最怕跟Aloé Boys 還有李文 是錄同一個節目 因為那個時候 他們就是兩個是最受歡迎的人 然後每次他們一說 歡迎Aloé Boys 就全場是尖叫到不行 然後如果接在他們後面的明星 就會很倒楣 因為他們在說 歡迎Aloé Boys 然後他就會就... 然後說歡迎李文 就... 所以那時候我們 我們很弱啊 我們後來就是希望說 跟陳蕾啊他們同台 對不對 所以葉海林會這樣嗎 就是你以前如果 跟別的歌手同台 要想辦法打倒別人 沒有耶 不必嗎 所以你不會認為說 你一開口大家就會 就覺得你最會唱 我大概比較吃香 是因為我聲音很大嘛 是 對 就只有這樣 所以我也沒有想過說 要把誰幹掉啊 那要搶壓軸嗎 我從來不要 不用 我最好是有什麼 最好是唱第二個 萬一沒有聲音 可是你會不會偷聽 跟你同台的歌手 如果他唱得很差的話 你心裡應該會有點高興 還好 我沒有想那麼多 以前很忙的 就是唱完這個 還要去趕另外一個 對 我就是老實人啊 可能賺錢最重要 不用管別的事 可是因為以前是很容易 有機會跟其他明星一起上節目 然後大家坐在後面 看其他明星表演 然後每次有其他明星唱走音 或是表演得很浪 我跟我姐姐都會互捏 就解釋說 好爽啊 真的 就有一個好戲的心情啊 就照理說 大家不都會有這種感覺 你們不會這樣嗎 不會有這種想法耶 好啦 好啦 我也是開玩笑的啦 對… 對… 妳很厲害啊 妳沒有因為外型被換掉耶 她不需要 因為她就是有她個人的特色 如果不是因為她台語講得這麼可愛 有時候訪問還很難訪問 因為那時候LABOX好像會紅 真的黃立成是很大的功誠耶 而且ABC這件事情很迷人啊 對 很迷人 那時候很迷人 那時候我們小時候都是 都是LABOX的歌迷 所以小S我也沒看走演啊 真的 妳眼光很準 妳現在還會有這種精神 想要去看可以成功的藝人嗎 如果有…我不刻意去找啊 但是如果有人介紹或者 有機會看到 我都會稍微仔細看一下 其實我是可以唱歌的 我很肯學 可以的 因為點這樣已經接受過這麼多 應該也不在意再收藝了吧 聽說她的兒子也是對音樂有興趣 可是葉愛玲規定 她一定要大學念完才準 她碰音樂這件事情 可是妳有跟妳兒子合唱 有 就放在唱片裡面 她自己寫了一首曲子 所以為什麼別的小朋友就可以 不要求學就可以直接當偶像 妳兒子卻必須要念完大學 她現在太小了啦 才15歲多嘛 太小了 而且兒子的外型1到10分 幾分 10分 像自己兒子 那當然是滿分啊 兒子再怎麼吵都是帥的嘛 然後歌聲也是滿分嗎 歌聲嗎 歌聲一定也要也是滿分 所以這張裡面是妳有跟他對唱嗎 有 有對唱 《讓愛離開》這首歌曲 他自己寫的曲 然後我就會讓他發表 在我的CD裡面 好厲害喔 可是如果是兒子要當歌手 壓力很大 因為妳就會更加擔心他不紅或什麼 這一類的 所以我都跟他洗腦 我說不是每一個人都會紅的 對 我都是跟他講 靠唱歌吃飯有時候會吃不到飯的 我覺得他好好念書 音樂只是讓他玩嘛 是 看他將來怎麼樣 對 鋼琴是一定很小就學了 然後到了五年級我就騙他學吉他 我就說你學吉他喔 你鋼琴不能帶到校園 所以那個女生都會看著你 很喜歡你 對啊 結果他為了跟媽媽唱盤 還把鋼琴扛到校園 媽媽其實可以 是嗎 後來就開始到國一 就給他買很多的接手 所以也算是妳有栽培 他對音樂的感情 對 然後這樣他打Hockey 他就整個就精力就 不一直在頂嘴啊 然後跟你說 媽媽 我要玩什麼電動 幾代幾代 那也要把你兒子推薦給點槍照片 好不好